第九百九十八级 兵壁帝皇系的修炼方式 以及对兵属性的掌控体悟 与人类是有很大区别的 而雪帝作为冰天学女 虽然也被化为魂兽范畴 可实际上 他可以算是天地精华之生灵 与万无之灵的人类十分相像 所以他对霍玉浩的指点 霍玉浩也就更容易接受得多 雪帝其实最明确告诉霍玉浩的一点 就是他以前对于自己的灵谋太过依赖了 而现在他的灵谋已经成长到了一定程度 就连精神混合都已经凝聚成形 想要继续提升 那么需要耗费的精力 必然会几何倍数提升 而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极致之兵五魂 其实是没有被他完全开发和应用的 所以想要进一步整体提升实力 第二五魂的提升就很有必要 尤其是他自身对于五魂 以及兵属性的体悟更是如此 正如雪帝所说 在这极北核心圈体会兵的奥义 确实是要比其他地方容易得多 霍玉浩放松身体 玄天弓自然运转 五魂切换到兵壁地黄蝎 玄天弓自然而然地在体内变成了寒流 灵蒙五魂虽然封闭 但强大的精神控制力还在 霍玉浩没有直接去修炼 而是尽可能地放松自己 默默地去感受身体周围冰的变化 冰是水之坚硬 柔和的水 滋润万物 是生命之源 但冰却可以令生命完结 水和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不只是温度的变化 更是生与死之间的转变 默默地感受 默默体悟 霍玉浩全身心都投入到了这份感受之中 雪帝站在他身边 闭合着一双美眸 同样在默默地感受着 他感受的是霍玉浩情绪和身体的变化 站在那里的他显得很田净 翘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没有了往日的冰冷 感觉上就像是守护着自己爱人的妻子一般 冰弟站在旁边看到有些发呆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雪帝会对霍玉浩那么好 那种感觉已经完全脱离了合作了 难道说雪帝喜欢上了他 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雪帝那是冰天雪女 天地精灵 又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人类 可他那称呼 冰弟现在想想雪帝之前 叫霍玉浩爸爸时候的样子 还有点头皮发麻 不要想的太多了 一切随心就好 一道光影 悄然从霍玉浩身上飘荡而出 落在冰地身边 正是化身人形的天梦冰残 要你管 冰弟没好气地说道 天梦冰残 黑黑一笑 这感情问题啊 自然是要咨询我了 我多厉害啊 你哪里厉害了 冰弟一脸不屑地说道 我当然厉害了 你看 我在不知不觉中 就已经让你爱上了我 难道我还不厉害吗 你要脸吗 我们冰残一族 哪有脸这种东西啊 我正想掐死你 你省得吗 滚 冰弟双手抬起 就要将他推开 天梦冰残 却是一翻手腕 抓住了他的手臂 很是自然的 将他拉进了自己怀中 你 冰弟恼怒的想要挣脱 但是天梦哥一低头 就吻在了他唇上 顿时冰弟全身都冒起了一片冰绿色的光甲 然后他的身体就完全僵硬了 如果有极北之地的魂兽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瞬间实话 冰弟 那可是冰弟啊 极北之地 仅次于雪地的存在 冰比歇一族的最强者 他竟然被吻了 天梦冰残刚开始的时候 也只是一下偷袭 可是很快天梦哥就发现 身体瞬间僵硬了的冰弟并没有反抗 双手甚至还紧紧地抓住了他胸前 用临时幻化出来的衣服 天梦哥哪会放过这千代难逢的机会 原本的浅尝折脂 顿时变成了深入研究 稳得那叫一个热情假天翻地覆 冰弟的身体 渐渐从僵硬变成了软化 双手虽然依旧象征性地 推举在天梦冰残胸前 但却终究没有将他推开 雪地抬头看了这两人一眼 无奈地摇摇头 索性闭上眼睛 不去再看他们 连冰弟自己都不知道 被欠了多久才反应过来的 等他用力将天梦哥推开的时候 翘脸也是一片羞红 天梦哥在这个时候表现的那叫一个精彩 脸上一副很受委屈的样子 就像是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般低着头 冰冰 我错了 原本冰弟胸脑交加 再加上一些复杂的情绪变化 就有发作 可是看着他这样子 不禁愣了一下 第一句发作的话 就没能说出来 下意识地问道 你错什么了 我 我 我的初吻 太草率就给你了 冰冰 你要对我负责啊 冰弟愣了愣 紧接着就大怒道 放屁 老娘难道不是初吻吗 果然是初吻 天梦哥瞬间抬起头 一脸的惊喜 就连眼睛都变得亮晶晶了 你想死吗 冰弟身上的气息瞬间暴涨 这一次可不是要象征性的发作了 而是带有真正意义爆发的趋势 停 冰冰 冷静 我给你分析一下雪地现在的情况 天梦冰残 就像变脸似的 立刻变成了一本正经的模样 冰弟原本都已经抬起来的手 面对这种德性的他 终究没有排出去 你说 冰弟咬牙切齿地说道 天梦冰残 一本正经地说道 雪地这种情况其实很正常 当初他想重修称人探寻一条重走之路 就是因为太精真正明白 作为浑兽就算是他自身再强大 哪怕是像地天那样突破了八次瓶颈 最终也不可能突破这个世界的限制 达到神界的层次 因为浑兽根本就不可能完成 只有以人类的身份重修才有突破的可能 可谁知道 在他充满希望的时候 却遇到了卑鄙的人类 竟化身胚胎的他带走了 这时候他痛不欲生 很可能就会成为人类浑石的魂环 是宇浩 在这个时候救了他 而当时的雪地 还没有失去意识 他还是那么强大的 迫不得已之下 他在权力爆发后 融合到了宇浩体内 被宇浩带走 从而真正地进入到了人类社会之中 不久后 因为宇浩吸收寒玉床 引发了他压缩着本源之力 本源之力彻底爆发 从而引出了魂灵融合 为此 于浩的老师付出了神石碎片燃烧的代价 彻底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虽然雪地没有说 可实际上 在他心中是认为自己亏欠于浩的 而且 他在成为雪女之后 于浩对他的种种关爱 在一起时间长了 总会有感情的 而雪地原本是冰天雪女 在这极北之地 所有魂兽对他都只有敬畏 在于浩身上 他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亲情 曾经还是小雪女的时候 他是真的将于浩当成了父亲 所以在叫爸爸的时候 才会那么自如 而现在雪地的选择 一个是因为他厌倦了这边孤寂的生活 更加向往人类社会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我认为 他很可能是没办法离开于浩了 他和于浩之间的融合 甚至要比我们两个程度更深 冰地一惊 这怎么可能 我和于浩可是五魂的融合案 你自身也差不多 你连自己精神本源 都跟于浩融合了 我们这融合程度 怎么会没有雪地深 天梦冰残黑黑一笑 这就不知道了吧 你忘了一件重要事情 雪地成为于浩魂灵的时候 于浩的老师 那位死灵圣法神 亡灵天灾伊莱克斯 可是燃烧了自己神石碎片的 无论怎么说 他都是半步成神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你认为 以神石碎片为媒介进行的融合 程度会不深吗 我能感觉到 雪地和雨昊之间 甚至有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这是我们都没有的 也就是说 他很可能连本源 都成为了雨昊的一部分 作为老师 付出生命代价 总要给自己弟子 带去点福利吧 而在这种情况下 雪地对于浩的亲近感 自然就要强烈得多 听了天梦冰残这一番分析 冰地无疑 已经将之前 自己备占便宜的事情给忘了 顿时陷入思索之中 天梦冰残大意凛然的道 好了 冰冰 我也要回霍雨昊体内修炼去了 万载雪冰水 我还没完全融合呢 说完 他化为一道流光 就重新返回霍雨昊体内 消失不见 直到半晌之后 冰地才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背这个坏蛋占了便宜 还没找到算账呢 可是现在雨昊 正处于修炼状态 他也不能在他精神之海中闹啊 顿时气得撅起红唇 不过一想到之前 天梦冰残清淡的过程 翘脸不禁微微红了 除了恼羞之外 多少还有一丝甜蜜的存在 当霍雨昊从冥想中清醒过来的时候 他只觉得自己的全身都变得通透了 在这短暂的时间内 他仿佛感觉到自己已经化为了一块冰 感受着冰的横骨久远 不过当他睁开眼睛后 立刻就发现 恐怕时间短暂这件事 只是他自己认为的而已 因为在他周围 已经站满了一群 如同冰柱般的泰坦雪魔 泰坦雪魔王在最前面 在他身边不远处 就是冰蜀王小白 显然他们返回族群的交代 都已经完成了 你醒了 这次明显的效果很不错 雪地站在霍雨昊身边 面对微笑地说道 看着他脸上的笑容 无论是泰坦雪魔 还是冰雄王 都不禁有些发呆 雪地笑了 他什么时候这么喜欢笑了 之前好像就看到效果 那是 就是为了眼前这个弱小的人类 霍雨昊飘声而起 向雪地点了点头 我也不知道 自己体悟到了多少东西 但感觉还不错 雪地道 还要再等一会儿 我们才能走 冰儿也回族里去了 他这次离开 同样不知道能否回来 族中的事情 总要交代一下 好 霍雨昊心中一动 融合了万载寻冰水之后 冰地的本源 果然也是完全巩固 竟然可以较远距离地 离开自己了 雪地和他心意相通 自然知道他在想什么 点了点头道 至少 极北核心圈 这个范围是可以的 但不能时间太长 毕竟 他们的本源都在你身上 离开时间太长后 零食就会开始变得虚弱 因为 我们只有在你身上 才能进行恢复 而离开你的身体后 只能是纯粹的消耗 原来如此 霍雨昊恍然道 冰地并没有让他们 等待太久 不到一个时辰 他已经化为一道闭光返回了 不过 他却什么都没说 直接融入到霍雨昊身体之中 消失不见了 和族人的别离 显然让他的心情有些压抑 冰凶王和泰滩血魔 看到冰地 竟然就那么融入了霍雨昊体内 不禁都瞪起了 他们那巨大的眼睛 一时间完全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薛弟却淡淡地道 好了 我们出发 一边说着 他拉起霍雨昊飞身而起 直接落在了冰凶王 小白宽阔的肩膀上 霍雨昊这还是第一次坐冰凶 坐在冰凶王肩头 感觉就像是坐在了一座小山上 旁边还有身形巨大的泰滩血魔王 现在的泰滩血魔王 可已经是几北冰原的主人了 霍雨昊扭头向薛弟问道 薛弟 你是要借助泰滩血魔 来帮我对付日月帝国那些人吗 薛弟扁了点头 你个人的力量太单薄 而那些日月帝国的人类胆敢入侵到我及北冰原范围内 本来就是我们的敌人 对我们来说 这只是分内的事情而已 霍雨昊微微一笑 没有说什么 薛弟却遍过头去 不与他对视 看着他那绝美的侧脸 霍雨昊心中不禁生起一丝温柔 那并不是男女之情 而是因为他想起了以前的小学女 对于他来说 小学女像是女儿 也像是妹妹 而现在的学女呢 姐姐 想到姐姐 霍雨昊不禁心中一痛 不禁心中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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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禁心中一痛